大雨不斷直直落 整條南投草屯中正路 路面嚴重積水 水車幾乎無法通行 突然因為強系列的大雨 所以淹起了大水 水都已經淹到了 記者的小腿這個位置 因為馬路是斜坡 路過了汽車駕駛 晚上視線不良 看不清楚水深 直接開進水鎮當中 然後我底牌比較低 然後前面的車有過 我才跟著他過去 可是就差這麼一點的路 沒辦法了 路過民眾赶緊幫你駕駛 移開車輛 甚至拿起指揮棒 熱心引導路過的汽車駕駛 這裡這裡沒有 從來沒有這樣子 可能有樹枝或什麼 那邊會淹 這邊沒有淹過了 另外彰化園林市區 也下起康陀大雨 水淹到小腿肚 汽車慢速行駛 機車根本不敢通行 雨越來越大 水會淹到家裡頭去 而且他們現在想出門 根本沒有辦法出門 因為水真的淹得很嚴重 大概從幾點開始淹 差不多五六點那邊 雨很大一直下就下 現在有比較退一點 它很容易塞住 每次都這樣 每次都沒辦法 這至少要二三十秒 都像這樣 雷雨交加 在台一線西州往北斗路段 商店前的監視器 不斷大力晃動 讓畫面瞬間模糊 根本看不清楚 兩天連夜大雨 全台警戒 提醒民眾 真的要多加注意 記者綜合報導